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嗨 真情对对碰 帮助你我他 陶妾 今天我们要帮哪位小朋友解决难题呀 今天我们接到了来自海南的五岁小朋友 小娜同学发来的短信 那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事啊 她说自己每天早上起床都要爸爸妈妈叫 其实她很想早点起来就是做不到 这可怎么办呢 起不了床不就是爱睡懒觉呗 我以前也特别爱睡懒觉的 哦 猫大哥 那你后来是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呀 这俗话说得好 早睡早起 精神百倍 我们只要自觉地养成 按时睡觉 按时起床的好习惯就行了 没错 不过猫大哥你这样说的还是有点虚了 再来点实际的呗 其实我们可以让爸爸妈妈买个闹钟 然后按照自己的时间闹铃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断是时间得到合理的控制 是啊 在这个过程中既能培养小朋友的自理能力 又不让爸爸妈妈操心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快乐蓝猫 快乐剧场 我们的动画片又要开始了 亲爱的小朋友们 看动画片的时候 还是要想想明天按时起床哦 各位 大家快来看演出咯 明星学院飞飞将带给你们精彩的神功表演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就是飞飞 明星学院正式学员的第一提名人选 飞飞 你就别吹了 鸡大婶叫你是来拉票 不是叫你来吹牛的 别急 别急 我飞飞可是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的 我看你就会耍个嘴皮子 嗯 信不信随你 各位 今天你们家万分荣幸能看到我的神功表演 看后千万别客气 只管给我投票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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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我的表演从不缺少互动 来几个人和我互动一下 哦 这一次我要揭穿他的鬼把戏 重登第一提名人选的宝座 我 我要看你了 我要看你了 我一定要让他知难而退 好了 有请蓝猫同学 跟我同台演出 请吧 正合我 正合我意 观众朋友们 本人从小就有丰厚的武术功底 今天我就先来表演一个头顶天镜吧 大家可要看仔细咯 我飞飞马上就要名声大阵咯 给 拿着 这么沉呢 高大哥 请你用铁锤砸我的头 有多大力气就使多大力气 绝不能手软哦 放心吧 既然你一直这么坚定 我是不会手软 我撬 怎么样 我飞飞的神功不是穿业的吧 哇 果然有神功啊 为了证明我的神功是货真价实的 就让蓝猫同学也来试一试吧 这真疼啊 好了 我想再也没有人怀疑我神功的真实性了吧 那么接下来表演的是意念一物 这意念一物呢 就是我站在墙边不动 猫大哥 你就用弓箭来射我 我保证你一发也射不中 呵呵呵 那你是撞到枪口上了 射简可是我的专 fall 那你可要好好发挥哦 放心吧 我可是百发百中的高手 天灵灵 地灵灵 神功神功 快细灵 真是一天感觉也没有 怎么回事 其实我的剑是用磁铁做的 墙后的磁铁与磁头 磁极相同 根据同性相斥的原理 剑头当然被弹开了 我又快又准的剑都射不中它 难道这家伙真有神功吗 我说过 我的节目从不缺少互动 现在能到我了 小心 看剑 再吃我一剑 狗鸡跳墙也没用 各位 我的表演怎么样 掌声鼓励 接下来我还有更精彩的节目 开判了 洪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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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判了 洪队 墙后怎么会有磁铁 难道 我知道了 这个神功的名字叫弃吞山河 好 你个飞飞 居然敢蒙骗观众 你的篇数已经暴露了 刚才意念遗物所表演用的弓箭是磁铁做的 他事先就在墙后边安了一块强力的磁铁 轻易地改变了弓箭的运动路线 我看 头顶千斤的表演也有猫腻 他 住嘴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了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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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们骗子 骗子 哎呀 别 别别别 别愣了 求求你们了 骗子 骗子 不好意思 别愣了 我我知道错了啊 飞飞 他是谁啊 七大神 七大神 你来得正好 飞飞这个家伙 飞飞 你打着明星学院的旗号在外面招摇撞骗 现在马上回去反省 糟了 糟了 飞飞 我派你上街拉票宣传 可不是用这种方式啊 我这样做 无非是想带给大家快乐 让大家给我投票嘛 可你这种行为 严重影响了学院的声誉 扣除十分 当然 蓝猫维护学院形象 加十分 以资鼓励 啊 加十分 谢谢 吉大神 谢谢 本来想着可以民生大振 没想到反而被扣了十分 真是得不偿失啊 啊 猫大哥 真羡慕你又加分了 谢谢 当然我还得感谢飞飞同学 她不吹嘘有神功 我就没有机会揭穿她呀 嗨 她就是喜欢吹牛 说的也是 但是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我们可不能学习飞飞呀 好了 又到了我们揭晓上一期 有讲敬答的时间了 小朋友们 瞪不及了吧 什么鱼在吃东西的时候 会发出像猪进食一样的声音呢 正确答案是 一 银汉鱼 昨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特别的鱼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可爱的动物 是什么动物啊 淘气 别急 先猜个谜语吧 长鼻子像钩子 大耳朵像扇子 四条腿像柱子 高大的身体像房子 我知道了 是大象 没错 猫大哥 你了解大象吗 那当然了 我可是蓝猫 来吧小朋友 跟我一起进入蓝猫问问答指动物世界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大象 走进大象 大象是目前陆地上生存着的最大部落动物 大象体型庞大 庞大的身躯使它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力士 当然 为了保证这一庞大身躯的生存需要 它们的食量也大的惊人 但大象最为醒目的还不是它庞大的身躯 而是那一对洁白细长的牙齿和皮管式的鼻子 大象的鼻子可以用来搬运东西 可以用来进食 也可以吸水给自己冲澡 更有趣的是 鼻子和鼻子缠在一起 还是大象特有的求婚方式呢 在印度 泰国 和非洲一些国家 大象备受尊敬和保护 它们不仅是大自然威严的象征 也是人们心目中崇拜的偶像 小朋友们动画片看完了 你们是不是对大象都有所了解了呢 下面我可要出题目了 听好 知识有讲进的 目前陆地上生存着的最大哺乳动物是什么 一 斑马 二 大象 三 犀牛 知道答案的小朋友 请拨打蓝猫快乐热线 168 99 199 赶快抢答 赢取精美奖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蓝猫快乐热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蓝猫快乐热线